十三 十二 十一 加油 高雄市长陈其迈与台港雄英 最强外挂啦啦队安芝萱 台上卖力PK空气滑奖 台下笑声不断 动物节前遵循古礼的龙舟点睛仪式 不只祈求风调雨顺 也预告今年爱河龙舟赛 精彩可奇 过光山的这个飞龙在天 也一起来到老人 同时也有很多包括亲子 还有这个国际的 这个外馆的各单位 同时来自台湾六个主要的 那个啦啦队的队伍也会来参赛 爱河龙舟赛今年祭出120万总奖金 165队组队参赛 尤其国际参赛队伍堪称历年最多 包括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 日台交流协会等 15个国际城市及住管共襄胜举 后大麦造 最好是这样最好 比赛前大家互相校正 藏不住的却是兴奋的好心情 为期三天的活动 要走的是由市长陈其迈率领的 市府龙舟队 迎战议长领军的议会队 以及AIT高雄队与日台龙舟队 够四支队伍拼搏的国际友谊赛 唯一里面看起来还要在 挤起直追的应该是 你说最好这个 那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那一队 那一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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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会交锋谁能胜出 不到最后一刻不见分晓 但从赛前大家贸语练习的认真身影 就让高雄市民满满期待 开三声响起 市府队 议会队 AIT与日台龙舟队 四艘龙舟讲手们 全都卯足全力往前滑 场边民众撑起洋伞 热情为他们加油 这场比赛 最后由干劲十足的日台龙舟队 突破重围勇夺冠军 而在岸边 台港拉拉队登场应援 涌进大批粉丝欣赏 气氛同样热络 我来看Winstar是安芝仙的 觉得应该会吸引蛮多 就是有在看棒球的人 会顺便来看一下这次活动 我之前有比较关注的是 卫全龙的 那就是今天是第一次看到那个 他们本人就蛮特别的 可是人态都有点看不到 挤不进去 来自北中南职业球团 拉拉队登场应援 为今年爱河龙舟嘉年华 增添许多亮点 另外青子龙舟 气垫城堡等清水活动 也很受欢迎 四集啊 然后龙舟比赛啊 然后我觉得那个夜间的那只飞龙 其实还蛮 真的还做得还不错 小朋友逛起来也觉得是还不错 都很觉得活动都很好玩 这样 你刚刚有看到龙舟金赛吗 有 很可爱 我们看到小朋友的 我们在国外没有看过 很骄傲我们高雄能办这么有规模的活动 从白天到夜晚 民众看完水上热血磅礴的龙舟赛后 还能欣赏翱翔于空中 相当特别的火光山降龙灯 搭配爱河的光影美景 以及周边青子活动 特色市集 今年的高雄爱河龙舟嘉年华 不只提升了观赏性 也吸引更多访客驻足